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路面 叫做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水泥混凝土来说 哪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第一个呢强度高 实际上水泥混凝土呢 相对于这个沥青混凝土路面的话 它的强度呢是比较高的 那稳定性呢好 耐久性呢好 而且呢养护的费用呢是比较少的 当然想它又称为白路面对吧 虽然在夜间的时候呢 相对的话它的它的路线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虽然是利于夜间行车 有利于带动当地的建材的发展 你想想水泥混凝土 用到水泥 用到沙 用到石子对吧 一般呢都是就地取材的 那会在周围呢 带动当地的一个建材的发展 好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因为需要水泥了 这一点 所以呢我的需要量呢比较大 而且呢水泥在进行硬结的时候呢 会发生体积的变化 或者受到温度影响的时候呢 也会发生体积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人为的来给它切缝 而且从它胶筑好了以后 到它形成强度是需要时间的 对吧 你不像我们的沥青 沥青呢 你塌补好了之后呢就碾压 冷却到自然温度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开放交通了 但是我们的水泥混凝土呢 你需要养护 所以呢它的开放时间呢比较迟啊 修复呢比较困难 好 这是它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了解一下即可 那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个用料的要求 所谓水泥混凝土 那么用料最多的肯定是水泥 对吧 我们在前面呢 在一开篇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过 有这么几种交通 什么急重特重重 中交通和轻交通 对吧 每一种级别呢 它们的作用力呢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们需要的水泥呢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们的急重特重和重交通来说 我们用的是啊 悬崖生产的道路归算水泥 一样归算水泥和普通的归算水泥 即是悬崖生产的 而不是利要生产的啊 悬崖生产出来之后呢 它的强度呢是比较均匀的 而对于中交通和轻交通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用矿渣归算水泥 第一就是呢 它收到力呢是比较小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矿渣归算水泥 那如果说在低温环境里面呢 哎 我们用枣墙水泥 毕竟温度比较低 对吧 那我们说水泥混入土里面呢 会有水的 那这样容易结冰 所以呢 你快速的形成强度 而对于我们的高温环境的话 水泥呢 在进行硬结的时候呢 会产生水化热 如果这个水化热散发不掉的话 会导致出现水化热裂缝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的是普通型的水泥 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水泥里边不去掺粉煤灰的话 那就用的是42.5级以下的水泥 如果掺入粉煤灰的话 提高了水泥的活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能用道路啊 硅酸盐和普通的硅酸盐水泥 好 来掌握住选材要求 这个呢 是一道选择题啊 就是呢 我们去买水泥 我们要通过一个什么实验 通过配合笔实验来选择合适的水泥 确定什么呀 确定它的弯拉强度 那其实呢 就是它的抗折强度啊 你想想这是一条路 对吧 它是一个直线形的 而我们的汽车贺载呢 你可以呢 把它理解为向下的一个减切力 所以呢 它有一个抗折强度 又称为弯拉强度 然后呢 耐久性 比如说它的抗肾啦 它的抗腐蚀啦 它的抗动啦 哎等等 还有工作性 一般呢 指它的合一性 以及凝结时间等等 好 我们通过配合笔实验 来选择相关的材料 满足什么指标 满足的第一个是弯拉强度 第二个呢 是耐久性 第三个呢 是工作性 好 那如果说 采用机械化铺路的时候呢 一般呢 选择是散装水泥 了解即可 好 再去看 当我们做好了以后呢 还要去检验一下 对吧 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这个呢 是在选材的时候做的 这个呢 是干完了以后做的 你看 有抗压强度 对吧 有抗褶强度 也就是我们的弯拉强度 以及安定性 这个呢 指的是水泥呢 在硬结的时候呢 体积有没有发生明确的变化 还有凝结时间 对吧 它的初凝时间 它的中凝时间 等等啊 重点呢 掌握住选材要求 就行三个 弯拉耐久和工作 好 第二个呢 就是粉煤灰啊 这里的话 通读一下即可 不得用掺块 结块的或潮湿的粉煤灰来用 质量呢 不能低于二级要求 那也用的是散装的粉煤灰 要有检验报告 当然的话 这里呢 也是一样的啊 都是通用的 所以你有检验报告的话 也不能代替进场前的检验 我们在进场前呢 还是要去做检测的啊 路面和桥面混凝土中呢 可以用的是硅灰或磨细的矿渣 使用前呢 要经过适配的检验 确保什么呀 弯拉强度 抗折 工作性 抗磨性和抗动性 其实这个抗磨性 抗动性的话 不就是我们叫什么 耐久性吗 对吧 所以呢 在使用前的话 我们都要去做这几个 配合笔实验呢 弯拉强度 耐久性和工作性 你看 弯拉强度 工作性 抗磨抗动 就是耐久性 好 这是我们的粉煤灰 好 再来看粗极料 水泥火拥土里边 必不可少到 就是石子和沙 对吧 对粗极料来说 质地坚硬耐久 不能低于二极要求 对于中轻极要求的话 可用于三极的粗极料 路面和前面呢 不得使用不分极的极料 一般呢 是两到四个粒极呢 来搀配 这样呢 搀配下来均匀 强度满足要求 细极料 细那个质地坚硬耐久 一般呢 用的是中啥 用的是中啥 好 水的话 跟前面都是要的 如果是饮用水的话 是可以啊 直接来使用的 而非饮用水的话 我们要去做水质的一个检验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六个呢 叫外加剂 这里呢 也是当做选择题呢 来看一下啊 一般呢 不会考察啊 好 比如说什么减水剂 早强剂 缓凝剂 拧气剂 阻锈剂 等等 你比如说这个减水剂 对吧 好了 我们说前面讲过 水泥混凝土呢 一般呢 用的是质量法 多少千克的水泥 多少千克的水 它是有一定的量的 那你想想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改变水泥 不改变水的用量 如果加入减水剂的话 它可以怎么办 提高混合物的流动性 那如果说 我们说不改变水泥的用量 但同时呢 减少水的用量的时候呢 可以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那如果在减水的同时 又减少水泥的剂量 可以啊 节约水泥 一般呢 在我们这里呢 减水剂呢 它主要呢 提高流动性 早强剂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水泥混凝土呢 早点形成强度 缓凝剂就慢点形成强度 对吧 引气剂 那在我们的这个混合物里边呢 引入一些微小的闭合气泡 可以改善流动性 阻锈剂 防止生锈 好来看 有抗洞地区的要求的地区 各个等级的路面 桥面 路源石等等呢 一定要使用引气剂 引气剂呢 也可以提高它的一个抗洞性 那如果没有抗洞要求的话 那对于我们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话 应当使用引气剂 滑膜潭布机 那个面层呢 用的是引气高效 减水剂 在于我们高温环境的时候 如果说出凝时间短于三小时 用的是缓凝 那如果说低温时间 长于十小时的时候呢 用的是走强 就是你想温度太高了 这个时候呢 我有水化热 对吧 所以让你慢点形成强度 可以把这个热量呢 尽量的散发出去 如果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 让你早点形成强度 那在海水海风氯离子 硫酸根离子里容易发生钢筋锈时的时候呢 一般呢 掺入阻锈剂 好 了解一下 之后呢 来看钢筋 那在水泥混凝土里边 这个路面里边呢 用到两种啊 一个呢 叫传力杆 一个呢 叫拉杆 那其实说白了 就是用到钢筋 这个钢筋呢 尤其是我们这个传力杆钢筋 啊 它是在两个活动的板块里边出现的 所以呢 它不能产生阻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哎 钢筋呢 是应当进行锯断的 而不能进行挤压切断 断口呢 是应当垂直光源的 防止产生阻力 不能形成活动的板块 好 再来看钢纤维 钢纤维的话 就像我们这个图里边 对吧 好 插进去之后呢 可以有效的改善 我们这水泥混凝土的什么 抗拉强度啦 抗折强度啦 等等 那么单次的钢纤维呢 它的抗拉强度 不一小余啊 600兆帕 好 再来看第九个呢 叫接缝材料 接缝材料的话 在后面呢 会给大家提到啊 就是说水泥混凝土板块 和板块这样是有缝的 对吧 有了缝以后的话 大家想想 如果要下雨的话 是往里边渗水吧 那么渗水的时候呢 你想会导致的水呢 不停的往下渗 这个时候会浸泡我们的基层 浸泡我们的路基 那么为了防止呢 水下渗 我们要在缝和缝之间呢 给它做一个填缝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用到这个接缝的材料 接缝材呢 有两种 一个呢 叫常温接缝 一个呢 叫加热接缝 常温的话就是呢 我有一个固定的形态 对吧 哎 我不需要额外加热 你直接把我给塞进去就行了 那你来看有什么 聚氨纸 硅树纸 然后绿钉橡胶泥 还有沥青橡胶泥 对吧 橡胶 我们的轮胎之类的 那都是橡胶 对吧 那你看一下 它在长温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形态 所以呢 我们把它塞进去就行了 什么呀 哎 橡胶就行 那么加热式的话 就是我需要把它加热 然后呢 倒到这个缝里 那好 就是什么呀 哎 就是我们的沥青 码地质 聚氯以锡胶泥 改姓沥青 对吧 它主要呢 是沥青 你想想 我们在铺设这个沥青路面的时候呢 一般呢 就要把这个沥青给它进行加热 对吧 所以呢 它属于加热施工式的填充量 选择题 下列哪些属于常温的 下列哪些属于加热的 你能给它做一个选择就行了 常温的就是橡胶 对吧 外加两个指 而加热的话 就是沥青 外加一个胶泥 好 养护材料的话 一般呢 说不得用水玻璃呢 来作为主要的成分 水玻璃呢 它的耐碱性呢 比较差 而我们这个水泥呢 它呢 偏碱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哎 不用水玻璃 一般呢 用的是白色的胶体 胶体 不以为无色 下面呢 给大家做了个补充 你看 在高温的时候呢 一般呢 我们选择是白色的 这个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反光 那在低温的时候呢 我们用黑色或蓝色 来进行一个吸热 啊 好 了解即可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说公路面层水泥混凝土 可以用矿渣 硅酸水泥的事 强度比较低 对吧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什么急重 特重 重交通 都是不能用的 啊 他们用的是悬摇生产的 道路硅酸水泥 普通的硅酸水泥等等 而这个中交通和青交通呢 是可以用这个矿渣硅酸水泥的 选D 好 再来看这道题 属于加热施工事 填风料的是 加热 对吧 那么加热的话 一般呢 找沥清就行了 好 A选项 虽然说带沥清 但是呢 它属于啊 橡胶 对吧 然后呢 纸类的 橡胶类的 这都属于我们常温式的 而膜外的有个胶泥 那么这个呢 属于加热式的 答案呢 选的是B选项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路面的一个施工 在这里呢 大体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总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 我们这个路面施工呢 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呢 主要说了两种施工的工业 一个呢 就是小型的机具 一个呢 是滑膜摊扑机 啊 那这个流程呢 它主要呢 指的是小型的机具 我们来看 首先的话 我们用到这个水泥混用土 对吧 先把这个混合物呢 给它搅拌好了 然后呢 给它运到现场 对吧 水泥混用土呢 流动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们在听摊铺的时候呢 是需要有啊 木板的 这是我们的小型的机具 来摊铺的时候 好 然后呢 进行啊 浇筑混用土 之后呢 进行啊 震倒混用土 然后整平市面 对吧 那整平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设置相关的缝 然后呢 再去做抗滑的构造的施工 再去做养护 养护好了以后呢 再去做 哎 我们正红缝的一个冠缝 那么在这里的话 也可以怎么办 我们先去做养护 然后呢 再去做正红缝 抗滑构造的一个施工 对吧 如果是先去做缝 先去做抗滑构造的话 那叫什么 那叫软缝 如果先养护到了强度以后 再去做缝的话 那叫硬缝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 施工工艺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呢 说的是水泥混凝土路面 对吧 那你小型机具的时候 对吧 那它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模板 需要模板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是滑膜摊扑机的话 那它是一个什么工艺呢 滑膜摊扑机呢 它属于机械一体化的 对吧 就直接的你在前面呢 摊扑这个水泥混凝土 通过滑膜摊扑机呢 我来给它进行震倒 然后呢挤压成型 然后呢整平就行了 就说白了 我们的滑膜摊扑机呢 就是你搅拌混合物 运输混合物 胶筑混合物 你是不需要用模板的 胶筑好了以后呢 用滑膜摊扑机来进行一个什么呀 震倒 挤压成型 然后呢整平试面 就那这些呢 都是通过滑膜摊扑机一次做出来的 那我们的小型机具和滑膜摊扑机 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呀 哎 小型机具是需要用到模板的 而滑膜摊扑机呢 是不需要用到模板的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 当然会问这个什么震倒啦 整平啦 哎 那也是一次性成型的 好 我们手上来看一下小型机具的一个铺柱 那肯定会用到什么呀 哎 模板 那么这个模板呢 一般呢需要用到什么 那刚度足够的什么槽钢啦 鬼模啦 或者钢质边侧模板 不能用什么呀 木模板 塑料模板 因为容易发生变形 模板变形了 路不也就变形了吗 对吧 好 然后呢就是在一些纵红曲线路段 用才能是短模板 大家想啊 如果说我在这里拐弯 这个路呢计划在这拐弯 你如果用大模板的话 那肯定呢是这么一个形状 对吧 那如果用短模板呢 一点一点的拼接出来 那它接近于这个弧形 啊 每块模板的终点呢 用到安装在曲线的切点上 为了浇注好了混凝土以后 我们为了方便拆模 一般呢在模板上呢 要涂什么呀 哎 脱模剂 方便日后的拆模 那么什么时候拆模呀 哎 混凝土的强度达到不小于 八兆帕以后方可进行 八兆帕 啊 然后呢再来看 搅拌合物的一个搅拌 搅拌的话 一般呢选择是间歇式搅拌楼 啊 也可以用连续式的 来注意一下第二句话啊 每次搅拌楼呢 在投入使用前 都需要进行标定和示范 每次都需要标定 保证呢 我们这个计量呢 是精确的 在标定有效期介满 或者说是搅拌楼呢 搬迁安装后 均需要重新标定 你只要有变化 我们就要需要重新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每15天呢 校验一次搅拌楼的 计量的精确度 只要有变化 我们就需要重新叫拌 然后呢 哎 每15天呢 再进行检验一下 根据拌合物的年距性 云质性和强度稳定性 来示范 确定最佳的一个拌合时间 啊 这里如果要添入外加剂的话 哎 要以什么呀 稀释的溶液加入 那你要想 稀释的溶液 那里边肯定会有水吧 我在前面提到过 水泥混凝土 用的是质量法 多少千克的水泥 多少千克的水 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那你这个时候呢 加入了外加剂 外加剂里这边有稀释的溶液 溶液里边有水 那他这样的话会导致呢 我们这个半合物的含水量呢 是增大了吧 那这个配合比呢 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我们需要怎么办 在半合物中呢 把水量呢 再给他做一下扣除 所以你加入了稀释剂以后呢 哎 我们再把额外加的水呢 给他扣除一部分的用量 这样能够保证 整体的水的质量呢 还是不发生改变的啊 要做一个扣除 好 那然后呢 就是运输到施工现场 然后呢 进行浇注 浇注好了以后呢 进行震导 震导的话 震导一般能用的是震导棒 那什么时候停止震导呢 震导棒呢 在每一处的持续时间 应当以啊 半合物全面震动液化 啊 表面不再冒气泡和泛水泥浆为限 好 一道多选题 或者案例的问答题 就问你 如果说用的是小熊机具来施工 那么在震导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停止震导 第一个 表面全面液化 也就是我们的水 水泥 粗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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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了 全面液化 表面不再凹凸不平了 同时 不再冒气泡和泛水泥浆为限 其实我们在震导的时候呢 你想想 必定的石块 石块 对吧 它里边还是有缝隙的 所以那你在震导的时候呢 是有气泡玩冒的 当我们把它震导密实 震导均匀以后呢 这些气泡呢 它就没有了 缝隙呢 也就没有了 所以呢 就不再冒气泡和泛水泥浆了 好 一道题 对吧 什么时候停止震导 第一个 全面液化 第二个呢 不再冒气泡和泛水泥浆 那一般呢 是不宜过震 也不宜少于30秒 在震导棒呢 已经完成震石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呢 再安排震动板进行纵红交错 进行一个什么 全面的提江震石 震动板一味的时候呢 要保证有10到20公分 或100到200毫米的一个重叠 避免呢 发生漏震 持续时间 不用少于15秒的时间 好 重点掌握住 第一句话就行了 好 你看一下 对吧 这个呢 就在胶筑混凝土 然后呢 用我们的震导棒呢 来听震导 当然这个呢 不是我们露面的一个震导啊 这个呢 就是正常的混凝土的一个胶筑的时候震导 对吧 我们要放上震导棒啊 好 然后呢 再来看我们的第二种呢 叫滑膜摊铺记的摊铺 那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滑膜摊铺 有一个基本的示意图啊 好 我们在前面呢 倒好水泥火凝土 然后滑膜摊铺记呢 它的前面呢 有个什么 有个螺旋布料器 我们来看这个图 对吧 这就是它的螺旋布料器 好 它是旋转的 通过这个旋转呢 把前方的这个水泥火凝土呢 哎 我们旋转到后方的这个什么呀 叫做震动舱里边去 啊 好 那在前面呢 有个松风控制板 这个呢 主要是来保重呢 我这个路面的一个松铺的一个厚度 好 那在这个震动舱里呢 它有这么一排震导棒 对吧 来保证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震动舱里的火凝土呢 能够震倒均匀密实 好 之后呢 到了后边这个挤压成型板 这个挤压成型板呢 它就代替了我们这个模板的作用 是吧 通过这个挤压呢 水泥火凝土路面就要一次成型了 之后呢 后边就是震动搓平凉 悬浮抹平板 进行路面的一个平整 好 所以呢 我们的黄泵南部机呢 它是一个一次性成型的 一次性成型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示意图 你看 你看我们在挤压的时候 对吧 我们这个路面呢 一次性挤压就成型了 当然的话 这个呢 流动性不是很大 所以呢 你看它的边 特别的光滑 对吧 但这个呢 摊落度呢 就有点大了 对吧 有点大了之后呢 流动性就比较大 所以呢 它的表面呢 你看 这样的话 有点参差不齐了 好 我们的滑膜摊铺机来说呢 一般呢 用于什么呀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上去的 主要的是高速 一级和二级 下面这些的话 就读一下 什么普通的水泥混凝图面层啦 配金混凝图面层啦 等等 采用滑膜摊铺机呢 在基层上行走的时候 对吧 因为我们是先去做基层 然后呢 再去做面层 来给大家画一下 先去做路基 之后呢 去做基层 之后呢 再去做面层 那做的时候呢 上面的话 如果用到滑膜摊铺机 我在基层上行走 你必定呢 两边呢 还是有一定的什么 空隙的 对吧 如果说离的这个边缘太近的话 会导致滑膜摊铺机呢 它就发生轻覆了 所以为了避免吹出情况 我们滑膜摊铺机呢 在进行摊铺的时候呢 要距离这个基层的边缘 不一小于啊 650毫米 对吧 距离它这个边缘 不一小于650毫米 好 第三句话呢 先记一下 我们后面呢 会给大家再说一遍 因为呢 在水泥混凝图里面摊铺的时候呢 里面可能要布设钢筋 一个呢 叫做什么 传立杆 一个呢 叫做拉杆 那如果要布设传立杆 还是拉杆的话 一般呢 用的是前置支架法来施工 就提前先把这些钢筋呢 布设好 之后呢 去摊铺就行了 当然 如果说滑膜摊铺机 它的机械化比较高的话 也可以用什么呀 自动插入装置 简称DBI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图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图呢 就是前置支架法 我们提前把钢筋呢 下面呢 搭设上支架 对吧 然后呢 把钢筋呢 搭设在支架上面 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铺设 混凝土就行 这是我们的前置支架法 你看 从上往下看的话 就剩这么一排 对吧 然后呢 再来看我们的自动插入装置 你看我们这是属于那个拉杆的一个侧插 对吧 就说我们在摊铺的时候呢 直接呢 自动的用机械呢 给它往里边插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拉杆的侧插 之后呢 这个的话是什么呀 是我们传立杆的 从上往下 你看 就直接给它 插入到我们这个水泥混凝土路面去了 啊 这就是我们的前置支架法 和我们这个DBI 自动插入装置的一个具体的施工的工艺 之后呢 滑膜探扑机呢 它毕竟属于机械化 一体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呢 那么大的一个机械 它肯定呢 是受局限的 我是要把这个路面 一次性挤压成型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路面过陡的话 我们这个机械呢 它可能呢 怎么办 哎 不会这么灵活的转变 所以呢 如果过陡的路面的话 是不适合选择用滑膜探扑机来施工的 那么哪些不适合用滑膜探扑机呢 上坡 纵坡大于5% 下坡 纵坡大于6% 红坡超过7%的路段 是吧 上连5% 下连6% 横批7 上5下6横7 对吧 或者说平面半径 小于50米的 那也不剩 平面半径 就这个地方呢 很 拐弯拐得很急 所以呢 这时候也不适合用滑膜探扑机 啊 就是上5下6横7半50 滑膜探扑机呢 在铺住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时候呢 哎 摊扑机呢 用到配备自动抹平板的装置 就是我们后边这个地方 对吧 哎 配备我们的自动抹平板 来把这个路面呢 给它做一个光滑 啊 好 再来看一下第六个 滑膜摊扑机呢 机械系统呢 用到配套齐全 负责设备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呢 应当满足铺住的要求 按照下列呢 来进行配备 如果说滑膜铺住没有传立杆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水泥路面里边没有任何的钢筋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轻型挖掘机或推土机呢 在它前面进行布料就行了 没有钢筋 我不怕任何的机械碾压 对吧 虽然你直接用挖掘机或推土机 在它前面进行布料就行了 但是 如果说这个路面里边有连续配金 对吧 有传立杆有支架的时候呢 你如果是直接在路上进行布料的话 这些机械呢 会把这个钢筋给它压弯了 压舌了 所以那一般用的是什么 侧向的上料机或者供料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那你看 如果说这个路面里边 我们没有钢筋的话 就直接在它的前面进行布料就行了 但是 如果这个路面里边有钢筋的话 你直接在前面布料会导致钢筋的弯舌 所以那一般用的是侧向的上料 侧向上料 之后呢 就是你像前面配备的是抹平板 对吧 抹平板呢 会导致呢 这个水泥路面是比较光滑的 那事后呢 在下雨了以后呢 路面特别能打滑 没有摩擦力 对吧 那为了提高摩擦力呢 我们摊扑好了以后呢 一般呢 用客槽机来制作抗滑的构造 后面的切缝 可以用软缝 可以用硬缝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呢 在形成强度之前切缝 叫软缝 形成强度以后切缝的话 叫做硬缝 这个呢 不要求你掌握 你只需要掌握住 我们如果说有钢筋的话 是侧向上料即可 好 再来看准备工作 对吧 为了控制摊扑的厚度 我们在路的两侧呢 一般呢 要布设基准线 就像我们这个图 对吧 这呢 有基准线 它主要呢 来控制我们摊扑的一个厚度的 那如果说属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时候呢 应用当应的是单向坡 双线基准线 怎么来理解呀 好 这是一条路的截面 对吧 如果是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时候呢 它中间呢 一般呢 会有中央分隔带 那是不是把这个路一分为二了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所以那我要左右两幅来进行摊扑 左右两幅来摊扑的时候呢 一边就是一个坡 对吧 所以那单向坡要搭设双线基准线 单向坡要搭设双线基准线 单向坡双线基准线 那么二级公路要进行摊扑的时候呢 那它整体呢 是一次性成型的 所以呢 只需要在路的两侧搭设基准线就行 叫什么呀 叫双线基准线 摊扑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底板呢 给它设置为路拱的形状 对吧 你如果说你一次性摊扑成形状的话 我们要有一个路拱的 为什么呀 雨来了以后呢 我们方便它向外排水 向外排水 好 这是我们的基准线 基准线呢 一般的用的是钢脚线 钢脚线 那如果直径呢 是在两毫米的时候呢 张拉力呢 不易小于一千牛 如果直径三毫米的时候呢 不易小于二千牛 就说为什么要有张拉力呢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你张拉力不够的话 钢脚线怎么办 它会向下挠呀 向下挠的话 这样我的路的厚度怎么办 它就会凹凸不平了 它不会统一呢 在一个高度上去了 好 基准线设置之后呢 避免呢 扰动 碰撞和震动 多风的时候呢 要缩小间距 啊 纵向间距呢 不易大于啊 十米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哎 利杆和利杆之间 或者这 利杆和利杆之间 这个纵向间距 不易大于十米 如果太远的话 它就会发生下挠 下挠的话 不能保证 我们路的一个厚度 啊 比较均匀一致 啊 那么最小距离呢 不易小于啊 2.5米 太小了 也不至于啊 当面从的传立杆 帐缝钢筋 用的是前置支架法 施工的时候 应当在表面 先去安装和固定支架 对吧 就像我们前面这个图 如果用的是前置支架法 我们现在 它的表前面呢 放上这个支架 来做固定 啊 保重传立杆 中部啊 队中缩缝的切割位置 且呢 不会因为布料摊铺呢 而导致推移 支架呢 可以啊 与某固入基层的钢筋呢 焊接种方式来做固定 稍微的了解这句话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滑膜摊铺机的一个铺柱 啊 铺柱的时候呢 它滑膜摊铺机呢 有一个振动舱 振动舱里边呢 有那么一排振导棒 振导棒呢 用它排列均匀 彼此的间距呢 为300到450毫米 对吧 每一个振导棒 在振导的时候呢 都有自己的作用范围 那不要太密 也不要太稀 太密的话 我们的作用范围呢 就重叠了 太稀的话 那怎么办呀 哎 可能有地方呢 我振导不上 所以那保重呢 它不要太密 不要太稀 那在300到450毫米 两侧呢 最边缘的这个振导棒 距离我们这个摊坡的边距离呢 不一大于200毫米 是吧 我来画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振动舱 啊 里边呢 有这么一排振导棒 对吧 振导棒之间呢 这个距离呢 一般是300到450毫米 就每个呢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作业半径呢 对吧 然后呢 最边缘的这个地方呢 距离这个边缘不能超过200毫米 你如果太大的话 可能在边缘的这个地方呢 并不能给它进行一个震导 啊 摊坡的时候呢 这个布料呢 一般用机械完成嘛 对吧 要么都是用的是挖掘机 或者说推土机 要么用的是侧向的上料机 但是布料高度应当是一致的 不得用翻斗车直接来卸料 其实我们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你如果用翻斗车直接卸料的话 会导致水泥混凝土发生离析 而且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说不得在支架的顶面直接卸料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图 我直接在这个支架的顶部去卸料的话 毕竟你从高处往下倾倒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作用力吧 会把我们这个支架呢 给它压舌了 所以说 这个图它有两处错误 第一个用的是 自卸汽车直接倾倒 第二个呢 在我们的支架上直接 所以说这是不对的 卸料布料速度和摊铺速度 应当是协调一致 不得局部或全面呢 有缺料 如果发生缺料的时候 怎么办 立即停止摊铺 当面层传利杆 帐缝和隔离缝的钢筋 用的是前置支架法施工的时候呢 一定不得在支架的顶面 来直接卸料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一般呢 就在正式摊铺之前 我们先把支架底下呢 给它摊铺好 人工的给它摊铺好火牛托 之后呢 用人来手持震倒棒 把底部的这个火牛托呢 给它震倒觅食 好 你说 传利杆以下的火牛托 在摊铺前呢 用手持震倒棒呢 来震食 这个呢 在16年的时候呢 考过一个案例题目 就问你啊 传利杆以下的火牛托 该如何处理啊 在正式摊铺之前 手持震倒棒 来给它震食即可 好 在起步的时候呢 先开启震倒棒 大家想想 如果说我先去摊铺 再开启震倒棒 那么在前面 有一段的地方的话 震倒棒呢 它并不是在一个 合适的频率上 可能震倒的不是很均匀 所以我们先去开启震倒棒 当达到一个要求以后呢 方可重视摊铺 那么怎么算达到一个 很好的要求呢 是进入挤压底板 前缘半合物震倒密实 没有气泡来冒出 跟前面那个震倒棒呢 是一样的 就是我如何保证 我已经达到了一个 很好的效果 就是没有气泡出来 方可的进行一个 推进摊铺 当天摊铺结束以后 摊铺机呢 脱离半合物之后呢 立即关闭震倒棒 我们滑膜摊铺机 在摊铺的时候呢 有一定的速度 对吧 那这个摊铺的速度 取决于什么呀 摊铺的速度 根据板的厚度 混牛土的工作性能 布料的能力 和震倒的排气效果 来确定 那这里呢 一般的都是选择题 对吧 就是摊铺速度 根据什么呀 板 工 不 气 对吧 把工不气 都不好好学习 对吧 我们不要生气 板工不气 不要生气 板工 你不要生气 对吧 板的厚度 工作性 布料能力 和震倒的排气效果 在摊铺的时候呢 严禁快速推进 随意停机 或间歇摊铺 这样的会导致呢 路面呢 它不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平均度 或者呢 会有一定的 施工缝 不能保重 它一个整体性 好 在摊铺完了以后呢 我们是要震倒吧 那么震倒的频率 根据什么来确定啊 板的厚度 摊铺的速度 和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一个发现 跟上面呢 差不多 对吧 都有板 都有工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是摊铺的速度 就是板工速度 板工 你速度的 好 看清楚 我们到底问的是哪一个 板工不弃 是摊铺的速度 板工速度 是摊铺的震倒频率 两个选择题不一样 那如果说稠度 发生变化时 该如何处理啊 一个案例的问答题 那先采取调整 我们震倒频率的措施 然后呢 再去改变 摊铺速度的措施 背景速度 你十块 十码不好去控制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先去调整 震倒的频率 然后呢 再去改变 摊铺的速度 好 摊铺好了以后呢 我们去做抗滑的纹理 去做抗滑构造 之后呢 开始进行养护 养护期呢 不少于五天 当然啊 这是一种 当然我们也可以怎么办 先去做养护 再去做抗滑 只不过呢 比较合理的话 就是先去做抗滑 再去养护 养护期呢 不少于五天 且火拥土强度 满足要求后 方可连接摊铺 相邻车的面板 啊 履带在新摊铺 面层行走时 刚履带底部呢 用它铺设相调垫 或者使用 有相调垫的一个摊铺机 这样呢 防止对路面的造成破坏 好 第八个来看 面层出现条带状麻面 来 大家想想 为什么有麻面 大力要跑到上面去了 对吧 就是我们的粗极料在上面 麻嘛 凹凸不平嘛 所以那为什么有麻子 哎 我们的粗极料呢 跑上来了 粗极料跑上来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震导嘛 我们震导呢 是保证呢 它整体呢 是比较密实的 表面呢 是比较液化的 相当化比较光滑的 对吧 那一会出现麻子的时候呢 就代表我们的粗料呢 它并没有震导呀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代表震导棒呢 可能是损坏了 好 大家看 如果出现发量的沙浆条件时 什么叫发量的沙浆条件 沙浆 只有水泥 只有细料 那么的粗料跑哪去了 粗料跑到下面去了 对吧 粗料为什么跑到下面去了 很可能我们在下面震导 上面某些位置呢 并没有震导 你来看 这是一块水泥板 一块水泥板 那好了 上面这个地方呢 都是细料 下面这个地方呢 都是粗料 那就说明了 下边有正大的力 对吧 把我们的粗料呢 全搞到下面去了 很可能怎么办 震导棒呢 它的位置啊 全都跑到下面去了 都在下面震导 而你上边呢 并没有发生震导 叫什么 诶震导棒的位置啊 有了异常 我们要把震导棒呢 调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滑膜摊扑机呢 就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题目 说适合滑膜摊扑机 摊扑的是 对吧 那就想想哪些不适合呀 上五 下六 横批七 半五十 对吧 啊 纵扑大于百分之五 纵扑大于百分之六 横扑大于百分之七 平面半径 如果小于五十的话 不可以 但是五十到一百的话 是可以的 所以让选C 好 大家看 采用滑膜摊扑机呢 在进行摊扑连续配机的路面 就是我们的路面里边有钢筋 有钢筋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正向上料了 可能会导致钢筋的弯舌 所以用的是侧向上料 侧向上料的话 有专门的供料机来进行上料 所以选的是地选项 好 摊扑的速度 根据什么来确定啊 板工不气对吧 板板的厚度 工作性能 布布料的能力 气排气的效果对吧 板工不气 咱们选的是AC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